麗娟 我想 我不進去了 怎麼了 竟然來了 那妳就在外面等好了 麗娟 妳怎麼不勸妳同學進去呢 還讓人家到外面等 明晨姐 妳不知道 老型她爸看到秋滿就中風了 那妳 不要緊 我答應要陪妳們來的 我看 我在外面等好了 好 奇怪 我不會躺在床上 應該不會亂跑才對的啊 會不是睡了 那我們晚一點再來好了 該不會 該不會 我趴進去看看 我趴進去看看 幹什麼 吳伯伯 吳伯伯你吳伯 吳伯你不是 好 你們坐坐坐 坐 這是李小姐是不是 她是李明珍姐姐 她是趙主任的未婚妻 坐坐坐 吳伯伯您好 好 吳伯伯 你怎麼忽然好了 真是太好了耶 你也來了 李小姐 家裡亂得很 妳不想見一下 哪裡 我老早就久養吳伯伯了 因為我明天啊 要帶麗娟她們幾個女生啦啦隊 到台北和養賢她們會合 所以今天我特別帶她們來看看您啊 好 看您有沒有話帶給養賢 養賢知不知道您好了 不知道 那要我明天告訴她 她知道啊一定會高興死耶 不不不 你們全不能告訴她 您對呀 是我根本沒有中風 沒有 怎麼會沒有 您不是住院 您不是還去 不是 這是 我跟趙主任啊 商量好的計策 哎呀 楊賢啊實在太壞了 管又管不好 把她送到趕快亂吧 我又不忍心 所以啊 趙主任想出這條苦肉計 讓我假裝啊 是被楊賢氣中風了 嚇唬嚇唬她 哦 吳伯伯你還真嚇到她咧 楊賢啊她好內疚哦 所以你千萬不能告訴她真相 我就讓她內疚 好刺激才能改邪規正 絕對沒有問題 好好玩啊 陳舅曼 你更不能告訴楊賢這件事的真相 我不會的 不過你沒事我就放心了 因為我心裡也不好受啊 楊賢好不容易開始改過自信了 你最好離開她遠一點 不要再影響她 要不然你們倆真的把我給氣中風了 說不定還氣死她 不會啦吳伯伯啊 去 我在外面等你們好了 去 楊賢你還這麼客氣 還帶禮物幹什麼的 來 來 來吧吧吧吧吧 是是是 來吧吧吧 來吧吧吧 來吧吧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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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內夫 你好 你怎麼了 怎麼搞的 被娜德娃手下打了一頓 娜德娃 不會吧 娜德娃不是那種人 不是娜德娃 是她的手下 娜德娃並不知己 我來我來 坐下 你不怕我 每個人都以為我回來 是替我哥哥報仇 你真的不怕我 你是飛躍王的弟弟 你難怪你知道的我那麼清楚 我也相信 你一定知道 我 趙東山 和李明珍 這件事 所以你才會幫我 昨天晚上 當我告訴李明珍 我不去台北 請她帶我去 你就想見明珍的傷勢還沒有復原 要不讓她去 要讓我去 對不對 你是在幫我 我不管別人怎麼看你 不管別人怎麼想你 也不管你是不是冰浪王的弟弟 我都會永遠記得你的好 我也都會認為你是個好人 你 不是好人 不是好人 我不是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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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大夫 黃大夫 你怎麼了 你不要難過 我沒有時間 我只是想休息一下 所以她請來 如果有別人要看你 麻煩你叫我一下 好 那你好好休息一下 我知道 謝謝 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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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老闆 我就是我就是 一切進展得非常的順利 萬事OK 好好好 那個小妞啊 今天一大早 就跟那姓造的球隊球員 一起去練球去了 現在才回來 馬上就要出去 老闆 我的演完不錯啊 那個小妞啊 果然是一把招 你等著瞧好了 不久啊 那個小鎮長 就會傳出素人中學的教練 帶著他們的球員 一起去嫖妓 他到時候那個醜聞啊 就會轟動的鬧翻的天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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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切遵照您的吩咐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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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 公安 哥 你要我替你 disaster 我會做好的 你不要逼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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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我 我的一隻鞋 誰拿我的鞋子 我鞋子怎麼少一隻 我們最大一定有小偷 誰要臉臭的鞋子 你不要誤賴別人好不好 誰要誤賴你啊 你陪我幹什麼 要打要打 怎麼這為什麼不得秋然去打呢 每天都能打打什麼打 丟人現眼的 像你們這一群啊 我跟你講 你們要走了 沒什麼 對啊 我們要走了 我要帶你們到大飯店去 來來趕快穿 穿好衣服 新的衣服 穿好新的球鞋 教練撐頭一點 我帶你們去住大飯店 教練 我們沒有鞋子 你們去住大飯店吧 住得越久越好 好好享受一下 丁總 你說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啊 享受呢 要憑本事 你們有這個本事嗎 啊 對不對啊 對 你倒說說看 你們有什麼本事是我們沒有的 我們有啊 強壯的體魄 這件的衣服 你們呢 圓的像球一樣 要不然就是瘦的跟排骨一樣 各個都是營養不良 對啊 我們有高昂的鬥志 還有莫測高深的陣容 你們有什麼 耶 我們有 我們有聰明的經費 讓我們的球員呢 住觀光大飯店 打贏這場球 你們有什麼呢 你說 你說 我們有 有什麼 拿出來 我們有 我們有 我要錢 要 你們這關 要 給他們看看我們還有什麼 好 我看你們這次破兩人打給我 他們都認識我 娃娃 你真照耶 來 走…我們走了 走… 怎麼嘛 生意全被他一個人葬光 早休息一會兒 快… 加油…快了… 進去 加油…快點… 加油…快點… 快點快點 小心點 有吧, 看你冬不上火了 快了, 撞下了 乾脆,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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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加油 太快了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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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什麼呢 好 走好 加油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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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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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 我想给你塞给我老头 我也想买一件给我老爸 中华商场的东西 开价也都很贵了 你们要懂得杀价 看多少钱 这么贵 算了 那不要 走 走 等一下 看我怎么跟他杀价好不好 老板 小姐 你们买点什么 什么呀 这些毛衣算多少钱啊 这些五百五 这么算你五百 取交零图好不好 还算贵的吧 我看算四百五好了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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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两百五好不好 你是老祖库啦 你是老祖库啦 是啊 我是老祖库啦 是啊 我是老祖库啦 好 两百五就两百五好不好 好 在中华商场买东西要懂得杀价 大部分都是照标价少一半价钱 再扣掉一些零头啊 这样他们才认为你是老祖库 老祖库 主任 我们不要逛了好不好 我走得好累喔 他们走他们的 我带你们去个好玩的地方 什么好玩的地方 台北有个新公园 你们有听过 听过 听过 老大 你要带我们去啊 可是我不知道路啊 我知道啊 你为什么不早说啊 那你应该带我们去啊 可是我觉得那边 也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啊 这你就不懂了 你怎么会不懂呢 不管 不管 你先带我们去 我再告诉你有什么好玩的地方 对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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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 这家冰淇淋好吃 又瘫嘴了啦 待会儿请你们眼镜吃冰淇淋 什么啊 你不要管 待会儿就知道 走 走 走 等一下 抖 t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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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f 等一下 这边还要更精彩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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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ge them 很ese č t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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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storical 走 去 走 老大 你怎麼知道 有這麼精采的節目 還沒說不掉 我早在南部就聽說過 好了 不要看了 好 爸 爸 媽呀 變態 老大 你怎麼帶我們 這種地方來 中虧狂 我不是說我們 我是說他們 好啦 不管 趕快回家 趕快來 歡迎 你去 走啊 還有話要講嗎 立正 走啊 打哪去 出 圖書館 教他 你乖 打哪去了 快說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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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我抓一百個福利請身 去 去 是我 是我 是我帶他們去的 你帶他們去哪裡了 去新公園 去 這麼晚 去新公園幹什麼 去看打班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你們去看打班 為什麼不帶我去 我也想看他們 為什麼不帶我去 我告訴你 從現在開始 不管你們到哪去都得帶著我 聽見沒有 聽見沒有 聽見 聽見 起來 回去睡覺 明早四點鐘起床列球 是 我 三十一 幾個 三十二 一 Eu 五十一 二 安靜,告訴你們我們去哪裡 我們去看打盆 打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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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告訴你們在哪裡 你們誰乖我就帶誰去 我最乖 乖不趕快去洗洗睡覺 打不去 還在你們打屁 去啊 可是打到你們 老大,你一定要帶我們去喔 台北有路,我們不守,會迷路 沒有啦,沒有啦 從現在開始 我要給你們打操心分數 你們先去 誰先回來的前五名 我才帶誰出去玩 十秒 老大,數慢一點啦 九秒 八秒 漢血,你還幫他們打操心成績啊 好耶,老大 � nahi 你都學會了 芹頭 芹頭那套都是學我的 做人要像烏龜 它是一種很溫和的動物 別人不管怎麼樣生氣 无论多着急 他总是慢慢爬他自己的 别人骂他 他不回嘴 别人打他 他不还手 老老实实地把头缩回去 等敌人走了 他才慢慢把头伸出来 你看 无归是多么的事实物者为俊杰 他是一个多么能屈能伸的 不像人类那么爱逞强斗狠 我想除了猪以外 在这世界上 乌龟算是最聪明的动物 至于我嘞 赵东山 为什么要养乌龟呢 因为乌龟是我爸爸